本节目不推介任何股票 我所论述的是我会你的股票 各位我不推介 好 那我昨天讲得很清楚 这个大盘换多就是换多 好我们来看今天 好 这是大盘 我昨天就告诉各位很确立 很确立的 昨天出现买进信号 这是我教各位了 好13273它确立低点 看到 换多就是换多 所以它确立低点 13273就不会再跌破了 未来什么时候会跌破 除非未来出现卖出信号 好 很简单 股票市场大自然的法则 也就是它自然的趋势 这里是反弹的最高点 113928反弹到15475 好现在这波下来了 要攻没有成功 好下来以后 好昨天正式换多 所以13273确立低点 未来会反弹到哪里 我说不要一色立场 除非未来出现卖出信号 我也拿台积电给各位看 好 上一波的反弹到527 出现卖出信号以后 曾经要反弹 没有办法 所以就出现卖出信号 往下灌 好 所以昨天一样出现 买进信号以后 它就不再跌了 你看今天涨嘛 416.5就确立低点 未来它会涨到哪里 除非未来出现卖出信号 就这么简单 股票市场 其实我也提醒各位 莫忘初衷 我用这个奖 我从来没有改变了 我只是没有每天拿 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我的会员 我没办法把所有的股票 都告诉你 所以我通常都是用台积电 跟大盘 其实每次只要讲到大盘 我都会拿这一张 那每一次的转折点 你如果不是我的会员 那你可能都是落后 一天两天三天 不一定 或者你根本不知道 来再看一遍 好 是不是很清楚 我昨天为什么特别强调 好 那现在是趋势是在反弹 既然是反弹 先不要一色高点在哪里 好 那再来就是 股票市场 有的时候要去思考的是 你的格局有多大 叫格局 什么叫格局 我一直很喜欢用 很喜欢用 北极星的 陈老板 他讲的那句话 当然我不做北极星 但是我觉得他这句话 非常 非常非常 可以给投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来这句话 他自己投资北极星 其实他并没有多大眼光 但是他有一个基本的原则 叫看人看题材跟看歌曲 为什么要看人 公司你要看老板 就像台积电当中很正直的一个人 所以台积电就是 大家都放心 那看人 听说你要找投国老师 你要看人 做一档股票的老师 一定不是普通人 因为大家都做很多档 那叫推荐股票 那叫介绍股票 那既然介绍股票 那代表什么 代表每天都可以介绍新的给你 你有那么多的资金吗 这才是重点 那题材勒 我做生意嘛 那做生意一定有很多人 心里会想说 老师他有没有拿到诺贝尔奖 对啊 昨天以前包括前天 前天跟昨天我就讲得很清楚 他现在不会得奖 为什么 我说 在欧美国家 尤其是道德不能有瑕疵 你道德如果有瑕疵的话 你永远不可能拿到奖 我已经几例这种故事讲过了 那他 目前翁先生还有一个叫做 公务人员惩戒的一个小缺点 那那个缺点是 要等到监察院 那是监察院 架住在他身上的嘛 那要等到监察院再重新投票 然后通过把那个 公务人员惩戒的那个小缺点 小瑕疵 把它拿掉以后 他才会拿到奖 所以我昨天讲得很清楚 果然公告就没拿奖 不是不是昨天 开始去想去年 去年也是很多人 一直盼望说他会拿到奖 然后去年我一样讲 他不会拿到奖 而且我去年也讲 跟昨天讲的一样 我说以我一个分析师角度 我说我的格局在哪里 去年的价钱 如果他拿到诺贝尔奖 涨一倍吧 好不好 我其实也没有讲这么多 像昨天以前我都说 他大概三成五成 难道讲三成五成 实质上如果要涨一倍五倍十倍的 必须拿到受钱金 对不对 好那 大家把 脑筋把它停顿下来 我们回到去年的现在 来去年的现在 来我们来看 把我拉近一点 现在是 拉到去年吧 假设现在是2021年的10月6号 诺贝尔化学奖 由德国美国两个学者 起到 拿到嘛 好他是 10月6号的5.51分公告 所以股价会反映10月7号 10月7号嘛 好来 10月7号的股价 我们来看10月7号 来 唐基 10月7号的股价叫87.3毛钱 看到哦 好来 大盘呢 当时的大盘是16713.16713 去年的10月7号大盘是16713 唐基的股价是87.3 好那我们看K线 好我们拉近一点 这里叫34.85 7月1号 好7月1号在这里 看到最低34.85 7月1号 最低34.85 看到哦 好那说35.25 7月1号就34.85 34.85 我把去年的7月1号 跟去年的10月6号 其实从7月1号开始 去年的7月1号到现在 你要我哪一天我都可以拿给你 因为我只做一档嘛 所以什么叫专业 好 那我昨天跟前天以前 跟去年讲的论调都一样 我昨天讲什么 我说 现在170啊 你让他拿到诺贝尔奖 好了三成 220好不好 五成好不好 才250啊 是不是这样子 去年我也是这样讲啊 来我们再看一遍 去年87块3啊 我说 你拿到诺贝尔奖 三成好不好 加20几块也才100出头啊 交五成 40几块也才120几块啊 是不是这样子 我说 诺贝尔化学奖 又不是 又不是说 我一辈子只能比赛一次 今年没有拿到奖 明年再来啊 那我去年跟今年 我的论调都一样 因为他有瑕疵 他有所谓的道德的瑕疵 不是他 而是 而是什么 台湾给他的瑕疵 有时候想一想 对他很不公平 因为他是我学长 他在美国可以很多钱 赚很多钱 回来台湾贡献 结果 有的时候 我不要如果去讲 我说如果是你 你不知道会怎么想 再看一遍 这七年 好 那你看到的 就知道我们从7月1号的34.85 35块开始带费人进来买 当然有人在后面买的 这里叫100 拿进点叫100 对不对 100 你知道当时有费人打电话来 来测干 叫 你知道吗 来叫 来叫 什么 像是你有够夭壮 你35块 几三 6块 7块 就买了 你这次叫我买 我说我也不叫你买 你自己买的 好吗 其实没关系 我叫你买吧 你100块叫我买 我都会讲最高电了 来100块 看到吗 卡上来叫 叫他不愿意 他要去做航应股 他要去做航应股 要去做阿海 来 110年7月6号的航应股 阿海 万海276 296 看到 去年7月6号的航应股 296 296 那你弄 好 那我们用台积电好了 我 人家 航应股 那我台积电也没关系 7年的台积电 7月6号592 592 他当然到688 这一段 今天在这个位置 400多 在这里 这阿海 296 好 那到今天呢 到今天呢 来 今天 他是跌 没错 他是跌 来 你拉进来 这里 这里叫100块 去年的7月第一次 诺贝尔奖公告没有拿到 这是现在 诺贝尔奖公告没有拿到 现在叫161块 这个叫什么 这叫格局 这个就叫格局 那我昨天跟前天我都讲的 其实我不希望他现在拿到 是他还拿不到 因为我说他有瑕疵 如果他去年拿到诺贝尔奖 我说涨三成五成 八十几块涨三成五成 你以为这样你就满意了吗 我不满意 我不满意 假设今天拿到了他170涨个三成五成 五十几块后七八十块 你认为我满意吗 我当然也不满意啊 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又不是 又不是只参加一次比赛啊 你看这一次诺贝尔奖 有一个是重复 已经拿到第二次诺贝尔奖了 在2000年初他拿到一次 现在就在拿一次 当然不同的东西啦 明年呢 当监察院把他的公务人员 惩戒的瑕疵拿掉的话 我认为明年就拿到了 结果没拿到 七年没拿到的时候叫 87.3嘛 今年没拿到叫161嘛 如果明年让他拿到 明年用这种 用这种我们就比例 为什么我说有这种可能 我们再看一遍 他从这里到251 请问这一段 有受情经吗 没啊 有药症吗 也没啊 对不对 有解胀成功吗 也没啊 其实他也不用 这个也不用讲 他是专门在卖赚利的 现在都还没收到钱 今年我说现在 现在你看我标题写73 要记得 那个73是很有含义的 73标题 那73未来会倒数 7372一直倒数回来 好 那今年 今年有两个题材 我不讲啊 有两个题材 不是这个啊 有两个很重要的题材 两个两个两个 那这两个就会涨一波 一个涨一波再一个涨一波 你告诉我 像今天打下来 今天算打下来吗 因为 这大盘涨啊 他没涨啊 来我们来看前一次 前一次跌多少 前一次没有拿到跌3.89个percent 这一次没有拿到跌4.58个percent 这个叫做没拿到嘛 也就是你杀下去 也没破这个底 也没破这个底 对不对 啊这里 这里87.3打下去是因为 他涨很多哦 你注意看哦 从34.85长去休息 你整到100 这里叫相对高点 这里请问 这里有高点吗 这段时间整理了半年 有相对高点吗 整理了半年 从4月6号到现在 整理刚好半年 请问有高点吗 这个叫隔级 那我说有人打电话骂 难道说他要去做阿海 他要去做那个针 针去做了在这里 296 我看看阳明多少 阳明是2608吧 不是阳明 是长隆行 华行 因为长隆 长隆还减资 296的万海 到今天多少钱 73 70几 290几 变70几 这个呢 同样的时间 他从87点3到现在 他这里又有251 现在161 那个叫格局 就叫格局 好 那我等一下再告诉你们 我说他未来 从现在开始 我为什么要倒数 倒数 明天72 再来就每天减一 这里面有两个题材 没有人 一个讲 或许你知道 或许你不知道 所以你就会觉得 你在看今天的这个诺贝尔奖 我昨天前天以前 我一直在讲 诺贝尔奖又怎么样吗 诺贝尔奖只是形式上 空金又报仁而已 我们又赔钱了 我们又赔4块了 好那等一下我告诉你 他最重要的 癥结点在哪里 那什么时间 有什么样的题材 休息一下再回来 本节目不推介任何股票 好 好久不见 今天外资 大买了超过百亿 也就是已经联系 三天的买钞 最主要台币扁 台币升值 来我们看 我一直请各位要看 我说台币 它跟整个大盘的卖动 是非常的密切的 只要台币升值 大盘理论上就会涨 好 这里叫31.9 我说在32块以下 可能要盘一段时间 最好是能 跌破多空线 跌破多空线 就代表升值 就好像这样 升值 然后未来不要在线上了 都在线下 好 那大盘呢 大盘在这里 一样缓弹 我告诉你叫缓弹 到目前为止 甲买手买 应该讲 要保持机灵一点 那我再强调一遍 怎么机灵 我在这里 来再看一遍 在这里没有翻空以前 我都会告诉你 好 等到翻空的时候 我也告诉你 我觉得有的时候 这叫无私的奉献 缓弹 可是现在叫管多 我还是告诉你 等到有一天 缓转我还要告诉你 那我也只能讲 用台积电跟 来 我也只能用台积电 跟大盘跟你讲 因为我不知道你的股票 对不对 除非你是我的会员 那我的会员只有一档 所以如果你有其他股票的 我会很乐意帮你的忙 好 那升一股 其实没有改变 我一直要告诉各位的 我说拜登签署的行政命令 也就是他的癌症症的计划 这个生股 未来 未来 这是专列杂志写的 未来的十年 生计股是 我们这个区 叫做未来亚类基 成长最快的增长 你去想 我说每一次的 我们叫十基彩 十基 要中四基 要中座 未来的十年 生股会大高速的成长 你如果逮到一次 像航运股 二十几块到两百多 你只要逮到一次就过了 你现在不能还在做 航运航运航运 像电子股 有的也是涨十倍有 你逮到一次就过了 生股未来会不会有 我说一定会有 但是不要随便乱做 来 再看一遍 好 这是要啊 目前的股王 而且我都讲得很清楚 要啊要 其实最近也是 我们叫多事之秋了 因为 欧美就瑞士呢 以前跟他告的那些 又要再告了 所以很讨厌 我说生股有多辛苦啊 对不对 而且他要宪贞 那政府不加入嘛 因为他已经把它 扶持起来了嘛 所以政府的钱 未来会往哪里 各位好好去思考 要啊要 六百二十二 八月我要建高点以后 我说他在这里 失败嘛 下来 好 卖出信号又再下来 那重新要公 公一次没成功 公两次没成功 公没成功以后 真的就下来 你看今天是不是冲新低 从八月五号以来的新低 我说 我每次都提醒各位嘛 对不对 股票市场 公平我十三个级嘛 那叫趋势嘛 他如果往南 就是要往南嘛 对不对 停下来 你也 你停下来能影响多大嘛 他才是继续往南啊 没有反转以前 不要异色立场 好 再来 北极性也是啊 两百三十二出现卖出信号 到现在为止呢 没有出现红色买去信号嘛 这里要买 没有人要买 结果偏偏要等到解盲再去追 因为他KY 所以我从来不会去买KY的股票嘛 我说我 在三年前我吓到嘛 就因为我全身而退嘛 代行会很全身而退嘛 我们卖了又隔年 他到五百多的康友 五百多的时候 隔年 我们不讲的 我们十一月卖掉隔年 很多投革人 就会很去买康友嘛 五百多很多人去买啊 为什么 要收回完嘛 这真夭壮啊 好 那 要还要 他还整理了 北极性也要整理了 今天有一个股票叫合一 来看到哦 很简单嘛 各位 这叫什么 今天出现红色的买进信号 看到哦 好 拉上去以后 这里正式又出现红色买进信号 这里很挣扎嘛 忽多忽空忽多忽空 股票市场最懒的就在这里嘛 忽多忽空 好 下来整理又正式翻多 看到哦 其实今天三大瓦人买超过 超过一千多张啊 大概一千三四百张左右啊 好 那既然合一涨 各位 我还是要给各位看这一个嘛 钻石升级有三档持股 合一 5.83个percent 唐积17.54个percent 好 这没有挂牌 所以没讲 新尿 9.74个percent 我们来看新尿 来 各位 新尿这样子啊 很快快要创新高了 合一呢 合一这样子啊 那你看到另外一档 哎 整理这么久了 刚好 我说 你说它是利多嘛 是利多 反的是利空 叫做化学奖 没有拿到嘛 所以他在这里整理 好 那既然整理了 我常常拿 我已经拿过很多遍了 我说钻石升级挂牌那天 他信誓旦旦的讲 他今年最大的两个卖田 一个叫合一的药嘛 就合一的药嘛 这里面没写了 就合一的药 另外就唐积跟永生的授钱嘛 所以 各位 唐积到目前没有啊 没有不代表 因为讲说还没来嘛 不代表没有啊 所以他讲今年是有个题材 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个题材就 两个题材其中一个了嘛 我现在已经告诉你了嘛 好 然后呢 再来就售钱 我说售钱 这里我也讲过很多遍了 这种东西哦 如果拿到的话 就像墨沙药厂 就墨克药厂 七并四根 6亿美金 然后用10亿美金 再买他的股票 你目前唐积 今天收盘的市值哦 10亿美金 10亿美金而已 人家随便就6亿美金的股票 10亿再买你的股票 有多少可以让他买 很可怕的是总共他要等于他把他过到市值是400亿啊 所以为什么我特别拿这张好 一年前的一年前的药证没有拿一年前没有化学奖没有拿到 整理以后这里叫87.3这里叫251 如果你做错了 好 我们再看一遍 如果你当时打电话来骂 骂一骂以后 难道你去买了 来 你去换股啦 有人真的去换股 看到110年7月6号 看到7月6号多少钱 110年 你去换股好啊 你去换航运股啊 7月6号在这里 296的万海 也就是不管万海 长龙 还有扬明 都是差不多这个价钱 7月6号 你去换啊 你随便讲一道股票我都可以告诉你 好 我被莲花科好了 莲花科好 莲花科 多少钱 7月6号922啊 对不对 我随便用啊 当然他都有相对高点 问题是你有肉吗 你有肉吗 这一段你避得掉吗 这一段你避得掉吗 922到1000多要怎么样嘛 我随便随便 用什么股票都可以啊 啊 大力光3100啊 7月6号啊 你我随便点股票都可以 你要什么股票都可以啊 很多人就打电话来骂 老师啊 你没拿到话谁去讲 我会免贡票 我可以 我能拿绳子把你绑起来 叫你不要换吗 没办法啊 你也不参加我的会员 就好像现在这个时代我告诉你 一样嘛 来 再看一遍 去年没有拿到奖 去年的10月87.3 我说你看到的是看到未来 还是看到以前 这个叫未来嘛 未来会到哪里 好 那7月1号 在这里啊 我们待会从这里开始买 这一路上我就是在买而已 然后这里就这一段最有肉嘛 因为利空也没有了 所以他就跟你讲 好 现在等于利空也没有了 为什么 其实 我说 其实是利多啦 可是我昨天前天为什么特别提醒你 他不会拿到 我说在外国在欧美国家 他们是道德 他非常注重道德 你只要有瑕疵 诺贝尔奖和 那不是那个奖金的问题 而是那种 拿到诺贝尔奖是光中药主呢 他怎么会给有瑕疵的人 可是他是事实上没瑕疵啊 所以我们也当然希望监察院 在很快的时间可以投票表捷 把他的所谓公务人员惩戒的拿掉嘛 拿到明点化解奖拿到的时候 你告诉我好了 那个嘉宁是不是可以期待的 87.3到现在161未来 想参加的打电话 每天同一个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